小愛同學 幫我拿飲料過來 來 謝謝 最近房子開箱 然後分享給大家 以後如果你們有需要裝換房子 會有一點點幫助 而且 它不用裝電池喔 設計師朋友 幫我做的這個鞋櫃啊 我根本就裝不滿 鞋子太少啊 應該要多買幾次 那妳佈置房子的原則是什麼 簡單 可以收的東西盡量收起來 看不到就很正確 你看那簡單 這是我特別去買的雲朵燈 因為我之前呢 客廳在這 然後因為我有養貓命的關係 所以我平均兩年要換一次沙發 因為他們就是會把沙發弄得很爛 所以現在我就 做了一個玻璃門 把我的沙發關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我應該可以好幾年再換一次 不用兩年換一次知道吧 本來這邊是有一個水泥牆 然後還有因為照光的關係 它有開一個小洞 然後讓光照出來 像我直接把牆壁打掉 全部做成玻璃的 其實我白天也不太需要開燈 你看關掉就是這樣子 這是白天 我覺得其實就蠻亮的啦 對不對 這也是我的遊戲室 這以前是我的臥房 改成遊戲室 對 這間就是你的遊戲室 看電視的地方 看電視 然後打電動 都在這裡 然後我在家的時候就可以把這門打開 我在家的時候就把門關起來 保護我的沙發 那後面是儲藏的地方 對 它做了一個儲藏櫃 就是我可以把電風扇什麼東西的放到裡面去 可是有一點太窄了 那個 電風扇都放不下去 那你應該要買扁的電風扇就可以放得下去 對 我應該要買扁的電風扇 上面是儲藏櫃 只是 只是到現在我還放不滿 你的沙發也是你蠻得意的一個地方 那時候大叔就說 不用買電動啊 電動的很容易壞掉 可是你看 當然要買電動的啊 我就可以 初夕晚上 初一初二 我每天早上起來 說我來洗完臉 然後 煎完蘿蔔膏 我就端來這裡 然後後來我就這樣子 然後小愛同學 在 開電視 好的 你在炫技 沒有啊 你就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看電視到晚上 小愛同學 我在 關鍵是 好的 那生氣怎麼過 我沒有啊 這就是 最近迷上智能家居 說我的設計師朋友 他是我潛水認識的朋友 然後我們已經認識兩年了 他就是蠻了解我的 他有幫我做了一個 玩具的櫃子 這就是一些小盒碗 像這樣子 還有椅子 桌子什麼的 就是一些小東西就在裡面 我就會把它裝成一盒 這是筆啊 我就會把它裝成一盒 整盒的盒碗你就把它縮小成這個盒子 對 這樣方便我可以找 那外面那個盒子你就把它丟掉 對啊 因為這樣比較小 要不然這個有還沒拆的 你看外面的盒子這麼大 這麼大 很佔空間 而且它這樣子這麼大 然後裡面就這樣子 我會找不到東西啊 所以我就把它弄在外面 然後把明細貼在這裡 我一打開我就找到 因為我會拿出來玩 那下面這些也都是 都是 就一盒一盒一盒 哦 所以它如果是盒子的話 會佔很多空間 它如果是盒子的話 找就滿了 哦 上面是大叔的玩具總統 酷嗎 這是盒子啊 打開嗎 還有場景 就是我搭配的場景 因為我拍一個東西 它要有背景 要有小 就是桌椅 然後有人物 所以就這樣子搭在一起 然後平常我就可以這樣搭 然後在這邊玩 這邊沒什麼啦 就我的口罩 又有空間 還有一些 鐵輪的獎牌 那些都很爛啦 鐵輪耶 沒有啦 這個我沒有啦 我不是運動的 這就空盒子而已啊 我滿的都是盒子 這是盒子 可是以前這些東西放在一整間 然後放滿放不下 現在一個櫃子就解決了 所以空間其實差滿多的 另外一邊呢 是什麼 一樣啊 是盒子 摳盒子 都是盒子 對 玩具人最擦腦筋 你就是盒子 盒子都要放滿 所以我那邊還可以放 我可以繼續放 太多 當初就是有規劃一個這個 穿桌椅 可以吃飯 玩玩具 做別的事情的地方 後來覺得很棒 他還蠻實用的 然後我想在這裡 對可是我覺得他們好像還沒什麼關係耶 他們只要可以跳來跳去就好 這是貓咪的主廠的地方 我們那時候就是把櫃子往上抬高 下面就是給他們睡 然後他們還蠻喜歡這個空間的 通常我們不是會有 穿衣服回來 然後就會 丟在可能椅子上啊 桌上啊 或是一些配件 這些東西一定要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一定要有這個地方的著落 就是這邊啊 穿過的衣服都會放在裡面 就是穿一次就洗太浪費 你就先放在這裡 不會就是丟回原來的櫃子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就是電子衣� 它就是譬如說我們去外面餐廳吃完回來 你如果有穿外套或什麼的 然後會有像吃火鍋牛排身上有味道的時候 你就放進去 你看它這邊還可以調味道 可以看你要哪一個味道這樣子 然後你的衣服放進去以後 你就把它打開 然後有除臭啊烘乾啊 它還可以 除臭殺菌 就是讓你衣服皺皺的順便便平整這樣子 好 那這間就全部都是你的收衣服的地方 這邊就是衣櫃啊 不是啊 是誰的衣櫃那麼整齊 大叔跟我交代說一定要先開它的衣櫃給大家看 因為它故意擺得很整齊 什麼故意擺得很整齊啊 哇 幫你開你的我看看 我覺得這也不差啊 幹嘛 那你可以配色啊 紅色紅綠藍電池這樣配 我太顯了 那上面都還是有一些儲存的空間 那都空空的 這些空間就是還沒用到的 那這有吧 這有一些大型的 行李箱 嗯 這是放五一包包跟帽子的 這邊 這邊本來是房間的部分 可是後來把它另外隔起來 你知道幹嘛嗎 放冰箱 對 因為我的廚房很小 它就這樣子 可是我廚房沒有洞啊 廚房這是原本的 然後我就把冰箱放在這邊 那我的後陽台就是會變得比較整潔 不然以前很亂 比較整潔 不然以前有一台冰箱擋在這兒 曬衣服的啊 用伸縮的 就這樣子 然後 它會卡住 你就可以直接 洗衣服洗完以後 就是直接這樣掛上去 然後掛完直接往上拉就好 對直接這樣往上拉 這個CT值很高耶 讚啊 就是我變得沒有那麼討厭曬衣服 不然我們以前都是掛在上面 然後用這個 然後弄好以後掛在對 然後再拿起來掛上去 超討厭曬衣服的那時候 唉唷 這裡面就是放潛水的東西 看一下整部整齊 這邊就是潛水的東西 對 補球瓦鞋 然後這裡面是露營的東西 這邊是放露營的裝備的地方 還有滑板耶 放在最那邊 然後因為我的廚房就這麼小 所以我 那很大了啦 可是那時候因為你什麼東西都堆在這裡 還有堆在後陽台 像微波爐跟烤箱我都放在後陽台嘛 所以我朋友就幫我把電器做在這裡 然後就有一個電器的櫃子 他真的很聰明 他就幫我利用了這一個空間 然後他這邊就可以放電器 另外一邊就是放鞋櫃 因為我這個中間有一個柱子 零食櫃 外面羊魚片不知道大概多寬 然後幫我這樣做 你看 剛剛好 這邊有一個掃地機器 這台真的很好用耶 他拖地過後的那個地板的感覺 我很喜歡 因為就不會很濕 然後才起來好舒服喔 這一台是大叔買的 那不用講 就是我要感謝他買這台給你 買手機機器人啦 這樣我就不用掃地了 是我就不用掃地 那你知道嗎 設計師在這裡做了一個玻璃的 對 他說這邊其實是可以塗鴉 就是計師 你拿一些筆 然後可以在這邊寫 計師的 有擺盤筆 對 廁所就是乾絲分離換過 這樣而已 其他磁磚什麼就是原本的 馬桶也沒有動 然後這一個禁櫃 因為他是做窄的 所以很好放東西 這空間還這樣掉下來 不會亂亂的 自從我這個換新了以後啊 我每次洗完澡就很辛苦 有了我們大叔他買了這個 他說要這樣子每天都要整理 清潔系列 已經住一個月了 還是很新 每天要擦玻璃 主臥房 是不是這樣 開 對不起主臥房 設計的時候好像也要把插頭先 固定好 因為我們本來床是 擺這樣子 這樣橫的 然後會一邊靠牆壁 可是因為這樣每次我跟大叔都會在搶插頭啊 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想要 兩邊都有插頭 可是那時候我自己跟大叔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怎麼想都覺得擺不像 他就直接轉 轉方向 這個很珍貴 下一位同學 幫我關窗簾 好 好了沒 那炫機你有沒有很開心 沒有啊 我只是懶惰而已 我只是把他 後面裝了一個這個 窗簾機器人 可以用手機按 然後也可以推他 他就開了 噢 燈 按一下就開了 而且他這個可以 就是這樣啊 然後他有三個顏色可以變 閱讀燈對不對 按他 然後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再按一下他就關了 對啊 就這樣 炫機炫機有夠炫的 沒有好不好 就是懶惰而已 所有的發明都是因為懶惰 不然還不摺被子的耶 然後我現在每天都那麼冷 那你幹嘛摺 舒服啊 幹你以前不是不摺的人 對 以前我都覺得說 啊晚上還要蓋 幹嘛還要摺被子 這床是還不錯的床 就是上一集有介紹啊 來 連結在這 1萬4 1萬4 然後他有加強 加強那個 主膠 他真的很舒服耶 我覺得蠻划算的 滋味料價的一張床 如果有朋友要安裝新的房間 你會怎麼樣建議他 電動窗簾一定要裝 幹那不是裝潢的系列之一啊 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我沒有辦法建議啊 以自己舒適便利為主 你在裝潢這樣花多少錢 花了一百多 一百出頭 花最多錢的地方是什麼 是系統櫃 這個跟上面那個都是 隔離室的櫃子就大宗啦 就很多 整圈都是耶 所以如果你不要設計那麼多 系統櫃的話 其實也不會 那麼多錢 但是這很重要耶 你看這樣 現在看起來很整齊 就是因為這些系統櫃的 就是他們是工程 這下面也是有 也是可以放一些 雜七雜八的東西 在規劃的時候 要把那些 無微無微的 家一定要先安排好 不要讓他流離失所 這樣 好的 那現在這樣子 你打幾分 一百分 一百分就對了 我真的很喜歡 每一個人的需求 應該會跟他不一樣 那有的人可能是要兩間房間 可能要三間房間 那他現在只有規劃一間房間 所以多很多空間可以做利用 那當然如果空間小一點 你就要另外再想別的辦法去處理 好了這影片到這裡 訂閱按讚分享 鈴鐺開箱 拜拜 小愛同學 幫我拿飲料過來 可以啊 來 謝謝 小愛同學 小愛同學 都還沒發明可以拿飲料的服務 你還要在小愛同學幹嘛 再講一講 小愛同學 幫我拿巧克力來 需要幫助我自己幫你 拿什麼巧克力是不是 在上面 巧克力喔 那小愛同學都叫我用就好了